《符笨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新聞主同盟 在RTV的網台節目有你同行 今天我們請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梁毓明博士 跟大家講講香港傳媒的問題 大家好 我是Michael容永洲新人區議員 旁邊就是鍾錦麟 為何我們有興趣討論這個題目呢 可能大家之前都看到港鐵出警告信 警告傳媒你登我廣告的時候小心點 你不要有些港鐵的負面報道 否則我們港鐵會考慮去抽起一些廣告 雖然最後要港鐵高層出來解話 說道歉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既然廣告公司今次真的出到新了 白紙黑字去講他們的看法的時候 究竟這些問題其實又是否在傳媒界那裏 其實很普遍或者其實很多的傳媒工作者 是普遍面對著這些問題 從而發生我們經常所講的自我審查的情形呢 今天就請了Lisa跟我們一起去討論一下這些問題 好啊 是的 Lisa 我想如果有聽開自由風的朋友 都知道Lisa是一個自由風的客席主持 是 每逢星期一 是的 我想都可以看有多面的角度 本身Lisa也是在教一些關於新聞或文化研究 他可能是一個教授 自由風是一個主持 在不同的時候他有不同的母 可以立體地跟我們的朋友分享一下 在不同的崗位上他覺得新聞自由 是否回歸之後是被回歸前是鉗制了 或者一個自我審查那方面是否嚴重了呢 Lisa 其實這裏的空間可能是共産自由 我希望 不是的 林瑞琳也打算看規管這裏 是的 大家要小心一點 但是我想回答一下Ben的說法 我想由我們講到一件事例去講到 究竟香港的新聞自由究竟是否突然好像收窄了 突然好像彭一聲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反映一直以來發生的事 只不過這次是非常缺乏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智慧 做得這麼出 其實他怎樣以抽起廣告去握所有新聞自由 其實這件事大大小小都有發生的 根本譬如說很多的財團根本就是以 一來以股份去控制 走入去媒體那裏 希望可以借助媒體作為他們發聲的機器 又或者是我們都知道的 李嘉誠已經擁有整個香港了 即他又怎樣去通過新城 又或者是東方 其實就是去剖他們自己的新聞 再以致如果一會有事發生的話 就叫他們小心點 麻煩你淡化整件事 事實上就是 媒體 當然我們更加關注的是新聞媒體 即是受到形形色色的商業的控制 即是說其實發生這件事 其實比我更加覺得差異的 就是其實不知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那個公司竟然就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慣常的做法 如果慣常就應該是經常發生的 是經常發生的 即是其實是沒有什麼 他覺得已經是自動波 已經自動波到 為何這麼大根小怪 不過是否慣常地不發生 是直接白紙黑字寫 其實已經一路一路 是譬如用不同的渠道 譬如可能是電話 甚至乎一些不是黑暗的東西 去給壓力 給一個編載部門 這次就是蠢了 黑暗的被人洩漏出來 即是我們逐語都有說 零被人知道又莫被人見 不過其實這些情況 不只是這次那麼簡單 即是有位朋友他是做記者的 即是在一個 即是我們數得到 差不多全香港最大的那幾份 那幾份的報章上面 做一些專題報道 有一次跟他說 就是九巴加價那條數 有些問題 即是你會不會去跟進一下 和政府所公佈的數據 是有些出入 有誤到公眾之言 然後他第一句就回答我 好 這些可能會得罪有錢人的 老闆會不做 這些 所以其實就是根本現在 整年傳媒都知道 是處理一些 尤其是涉及到大財團的新聞的時候 都要特別去小心 因為其實就是說 現在根本很多的大財團 根本已經是在不同的機構 裡面有股份 即是其實現在就是說 你如果跟記者說 我當然是 喂 最緊要就是老闆說什麼 話事 即是我們都明知道 現在已經是自動波到 就說 即是我們一路之前說 自我審查 但其實現在自動波到 明知道老闆都不會做的 那不如就不想 不如就不算 不要做 又或者是其實廣告商是另一個 即其實在此之前 講到這個大場上之前 其實廣告商是對於 報紙當然就是雜誌 其實那個潛質都很大 譬如說 在雜誌 譬如說 有很多學生在雜誌上做 其實就說 那個廣告商是可以控制所有東西的 即是用誰 即是怎樣擺位 很多東西是受到控制 所以其實就說 我覺得完全是 講到今次的事件 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反映了整個新聞的生態 其實都幾嚴峻 我們好像一方便經常都覺得 嘩 香港的新聞很自由 譬如說 當我跟學生說 他們說 其實 每個人都說新聞濫用自由 但這個所謂濫用自由 大家所想的就是 這些事情誇張 新聞 大家都知道 現在那些 兩點 三點進路 就不會出新聞 這類新聞其實變相 好像 好像在濫用新聞自由 但其實 反正正就是反映了 就是說 根本新聞就是極度的自由限制 即是說 其實如果我們這麼多 我們的新聞 是充斥著這麼多 這些突發的新聞 擅情誇張的新聞 其實換言之 其實很多其他新聞 是沒有出到的 譬如說政治新聞 譬如說真的 是於民生的一些新聞 是不出道的 我經常都說 其實當然現在 好像互聯網 好像很多位置 但是其實 因為發生的事情實際太多 如果你是選擇 去大篇報導 大幅報導 一些所謂突發的新聞 誇張的新聞話 其實變相就是 就是隱憾了 很多其他新聞 其實是受到壓制的 而至到就是說 其實這個 是不是就是 變相反映了 我們這個新聞的生態 一方面 既是受到一種 政治上來自政治的 那種的 那種的 控制 又或者是 即我們一般去說 自由自我審查 就是來自 中方阿爺 阿爺 不可以說的 又或者怕得罪 國內的一些官員 甚至當然是 國內中資的集團 而不報導的新聞 但這方面 其實商業上 就是 受到一些大集團的 一些的控制 以至到 當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充激著 娛樂新聞 甚至 為何娛樂新聞這麼多 我都覺得 可能這就是一個 反映了 新聞的自由的限制問題 因為其實 當我們很多的新聞 都報導不到話 最安全的新聞 就是無關同樣的新聞 所以我們有個看法 就是新聞娛樂化 其實本來一篇應該很正經報導的新聞 就加了一些娛樂的元素 當然 在一個部分人士的可讀性 或可觀性 就好些 但是反過來我們看 就未必可以很正正規規去報導一篇新聞 就是 反過來 在你的節目 你做客席主持的節目的同一時段 某一位雙營電台的主持 我經常都 有多少雙營電台在香港 就是看這些新聞 聽這些電台節目 甚至乎 有一些這麼低水平的 免費電視的一些節目 是充足在這個市場 會不會真正是一些 本身的大氣電波被壟斷 又或者是 我們是有意無意 或者有形無形之間 控制了一個市場 令他們 這些東西其實是一些小眾節目 沒有人看的 我做電視台的老闆 我當然想多高收市 高收市我才賣到高廣告的價錢 是否一些這樣的情況 是騙殺了這些節目的生存 反過來說 其實我本人很期待 這個數碼廣播 是可以令到我們 更加多元化的節目引入 但好像指紋樓梯響 永遠就看回家 無線壓視 港台的數碼頻道 就好像 都未見影 那不要說 其他三個電視頻道 就是這一方面 會不會因為真的 我又看回我們的彼岸 就是兩岸四地 我們加上這個台灣 澳門去看 澳門就不要說了 就是連立法會的議員 都在說三個民主派的議員 但是台灣 就是我去旅行很開心 另一個電視機 哇百多個台 什麼都可以看 小眾的有 大眾的也都有 地下也有 地下也有 地面也有 地面也有 網台他們都可能會比較多 是不是因為那個風氣上的問題 亦都令到香港的新聞自由 或者一些新聞的節目 被受騙殺 如果你是一個前線的新聞 就是新聞從業員 那你又會怎樣看 阿博士 我想如果你有 其實你講了很多話 我也不知道回應哪裏 但是香港 其實有香港比較 台灣其實就 雖然好像很接近 文化上好像很接近 但是其實 我想始終地緣 整個政治社會的生態都很不同 所以其實一方面是需要比較 但是又很難比較 這個也反觀到香港 其實日後 其實日後 可能受到整個殖民的政府 去到今時今日的商用人 以至到香港對於商業的過分關注 亦都是某程度上 縮窄了大家的那種世界觀 以至於我們沒有 香港就要以商業 有來商業才可以生存 當然近年我們其實 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面向阿爺 面向中國 不做什麼都會死 當然 其實香港那種 越來越是 鄭大芝娃的那種 心態 亦都是令到 其實我們覺得自己 沒有啊 那麽多個台已經可以了 夠了 有選擇 但這個選擇是什麽選擇 以至到 剛才你說 其實 譬如說電台先算 電台其實就是 一來我們經常都覺得 或者政府告訴你 沒有啊 我們可以 大戲就是這麽多群道就可以了 我們不需要太多其他的 以至到 其實一直以來 其實這個根本就是 本身可能是一個政治的理由 導致到 他不可以開放大戲電話 直到今日 雖然我們有這個數碼廣播 好像開始發展 但其實政府都遲遲都不去想 究竟怎樣可以開放大戲電話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大戲電話是需要開放的 即是你不要說 現在今日網台 好像季台那樣 是一些網台 都已經是如雨後春順 沒有什麽必要再說大戲電波 但其實你要說 不是個個都上網 即是 不是說個個都可以接觸到互聯網 你不可以說 啊 網上電台 可以替代大戲電波 始終 其實我們在說 可能最窮的一班社會人 是接觸不到的 變成了就是 其實你現在在偷換概念 好了 然後送一下廣播 真的很意識其來 究竟可不可以 真的幫助我們 去把我們那個視聽的文化 多元化 因為其實 說真的 我們香港好像你這樣說 我們其實的知識算平很高 我們是有些所謂的教育觀眾 我們有些高的教育程度 的分眾 以至到其實就是說 我們香港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多元化 其實在媒體環境裡面 其實應該可以容納到更加多元化的一些 節目也好 或者是平台也好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在看 就是好像四個台 我說是中英文的電視台 還有就是只有幾個電台 所以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開放這個大電視台 讓更加多的一些社區 可以發展他們的廣播 所以另一方面 電視台當然 就是說我們現在根本就是 我覺得現在已經去到一個 完全無助的環境 就是說看著大台 壟斷了我們的節目 還有有一種很懶的心態 隨便這些東西 總之我們幾個明星出來 就有收視的了 那完全是一個 那個惰性 導致我們根本 我們看著什麼節目 我們根本沒有選擇 另一個阿時更加 不用說 不用說 那個不用說 那個節目也不做了 現在是買節目回來 是啊 那就是 一個電視台 如果自己也沒有自己的節目去做 我想其實也是 可以說回他真的是寄窮 亦都是他的資源很緊絕 我想是 亦都是顯示到 如果那個廣播不去再開放 或者盡快開放的話 只得一面倒的收視 其實對香港來說 我覺得 有得選 即是等於沒有得選 或者我試一下 可以雲觀一點 想回的問題 其實究竟 為甚麼我們要 新聞自由 或者要傳媒的自由 我們好像 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走錯了路 即是會不會我們 看到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所謂用新聞自由這件事 其實是在支撐整個消費 商業的系統 即是剛才Lisa說到 是否在濫用這些 新聞自由 我們經常花很多時間去看娛樂新聞 但你很多時候 聽回其實 其實那些明星 是否真的 這麼不喜歡狗仔隊 你可能看回又不是的 他們又很喜歡 我又恨 是很喜歡去透過曝光 然後令到可能之後的電影 音樂 這些是可以更加 可以去買得出 但如果我們想到 新聞自由 會不會其實要來促進 我們這個公民的身份 或者一些社會的議題 又可以在傳媒上面 可以得到一些很充分的討論 但其實我們又很少去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去到這個問題 我們要想回 為何我們香港要有新聞自由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文化環境 即是我們經常都覺得 喂 那夠了 不過當你跟很多人說 其實都很夠資訊 即是每天都被資訊充足 我們經常一出街 周圍都在電視 搭這個公共工 又是有新聞 即是我們是被資訊爆炸著我們 令我們覺得 哇 實在已經疲乏 已經是疲累 是吧 有些疲憊 經常都接收資訊 但我們所接收的資訊 是甚麼的資訊 這些資訊 其實是否不是資訊 是否我們需要的資訊 譬如說 很多的一些娛樂新聞 其實就是 可能變相就是一種補充 或者是一種補償 就是我們根本是 我們沒有辦法影響我們的政治 沒有辦法影響我們周圍 導致到 好了 給一些娛樂身份給你 討論一下 譬如說 風姿 哎呀 慘了 他們要鬧離婚 怎樣好 一個銀壇情侶 竟然可以這樣 又是如此的收場 為甚麼會這樣呢 應該幫誰呢 這些就是一些 我們僅有的可以討論的空間 僅有我們可以參與這個社會的空間 改變不了艾未未不如說潘雙雙 是的 即是說范冰冰 那麼多碟字的人都值得說 變成就是說 其實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整個對於娛樂的關注 或者我們的沉迷 其實是否是一種 我們去罰政治的參與能力 是多少補充 而是否也是一個媒體 怎樣影響整個文化 當然我們不是說雞和蛋的問題 經常同學都會問 究竟是媒體影響我們 還是我們影響媒體 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根本一定是互相影響 導致媒體說 都不是我想的 大家想看的 我當然給他們 在這個資本主義的商業市場規律 或者邏輯底下 我是大眾的需要 是我的需要 所以變成就是說 整個生態整個文化 是何時開始 或是怎樣開始 可能已經不是一個問題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真的意識到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怎樣去改變呢 誰去改變呢 當我們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我們面對一些恐懼 不要改了 待會又可能 弄了一隻船 怎樣搞呢 然後有很多 我們社會裏面的恐懼氣氛 就說不要動了 我們要和諧 我們要共融 我們要包容 我們才可以前進 我們的經濟才可以發達 我們的爺爺才會滿意我們 給我們更多的好處 很多很多 連這些恐懼文化 導致我們覺得 都是不好 都是收聲 不過博士 和諧共融 往往搞出一些大頭罰 但是誰說 政府說的通常都是大頭罰 大頭罰 我想和諧 好像上次大澳的社工事件 真的因為和諧 就搞到焦頭爛壓 共融就是 共融什麼什麼基金會 現在最熱的 就是葛輝事件 在這些事件上 我覺得 新聞作為這個第四權 其實是一個必須和必要 因為正正有時 就是政府 或者是一些的 新聞的 部份的團體 可能操控了一些 新聞的自由 證明 可能你說的 例如我舉個例 比如信報 是一份很出色的 財經報紙 不過現在 就是你擲街買了 有部份可能偏才 或者影響到它 或者再舉個例 我們永遠 很多角眼在《蘋果日報》 會找到 一些白街 屈臣市的廣告 可能也有意無意 就是一些商家 用它自己的營商 或者它的經濟壓力 去封鎖或者某些報紙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擔憂 因為很老實 其實純子相依的感覺 在報紙或者什麼 它賣紙或者燒紙的時候 其實它一定要有一定的廣告 如果在廣告部 或者有壓力 偏才部有些東西 好不可以 去某一些富豪 或者一些有關聯企業 好不可以不要按什麼 會令到他們可能偏才部門 可能有一個編輯 去自我審查的情況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擔憂 這是第一 第二 譬如說回中國 或者是說什麼 我看回 記協的報告 其實新聞自由的可貴 在於真的可以讓我們揭露到一些真相 例如可能是四川的一些豆腐渣工程 或者好像在早前蘋果 機緣可以百多元 入到這個大瓦灣核電廠 令到我們都覺得 嘩這樣也可以 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是因為正正他們做了這個報道 也都令到有關的機構去嚴密去監控 這些應該不應該讓一些陌生人進去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都可能是一些 剛剛你穿著艾美美的衣服 也都是用一些 可能中國用一些 經濟的政治罪行 或者經濟的罪行去打壓一些 希望尋求真相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在香港這個地方 有一個新聞自由是更加可貴 但即是很遺憾新聞自由那個情況 越來越收緊 亦都可能是部分的新聞從業員 想中國去採訪一些東西 我都未聽過 新聞採訪要先申請就後採訪 如果真是一些ad hoc的事件 一些突發的事件 申請得來的事情都通過了 喂不是呀 申請了都可以不給你的 是呀 這麼嚴重 是啊 其實很多記者 在很多事件上面 他們已經事先申請了 但是到最後 臨時又有些公安 不可以 不可以 這種就是令到 在國內報道 是很令人沮喪的一件事 就是你已經跟著他的渠道 或者是手續 你可以到臨場 可以有一個公安 拆出來告訴你 喂 不准 那怎樣呢 你盲了台 所以我完全跟你說 其實今天新聞更加需要認清 他自己作為第四權的責任 他怎樣去為民發聲 尤其是當在香港這個權力 是這麼大的傾斜的時候 應該是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現在都討論過很多 香港新聞自由的現況 其實是不是整件事是沒有出路的呢 不如我們下一節的時候 我們再討論 譬如我們現在很多眼前的議題 譬如公共廣播等等 究竟會不會是 我們現在新聞自由困局的一個出路呢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大家好 有理同行的第二節 我們講公共廣播和新聞自由 上一節我們探討了新聞自由的可貴 我們今節不如看看公共廣播和新聞自由的關聯 我想簡單一點 早前港台公共廣播的角色究竟是怎樣 究竟是獨立自主 做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還是一個公營 由政府去管理 或是由政府給資源的做法 就罵到熱哄哄 最後最後談完一大輪 搞完一大餐 就說都是維持現狀 當時有些節目 或者坊間說 港台那邊 政府給予很多壓力給港台 李好明 你做過自由風 我也想看看 都做 你們真的沒有壓力 不過Ben 可以補充一下 新聞自由公共廣播 那裏會不會有些公共廣播出路 讓港台可以發揮更大的功用呢 尤其是上一節的討論 我們都看到很多的財團 或者一些政治的壓力 其實是滲入了不同的媒體裏面 究竟如果是這樣 我們公共廣播是否一個出路呢 或者其實我們要反思 其實為何公共廣播是這麼重要呢 Lisa 嗯 其實公共廣播 首先講一下過程 概念 很簡單講的緣起 其實就是說 是想堅持一種編輯上的獨立 因為其實也看到一方面 就是 國營的電台 電視台的一些 媒體成為了政府的喉舌 另一方面當然就是 由來自商業的那種控制 亦都令到這些媒體變成了大財團的喉舌 又或者是淪為一些 純粹是去重複回政府 又或者是一些商家的說法的媒體 所以其實公共廣播 其實對於公共那件事 就是突顯一些 其實在一些政府喉舌 又或者是商業的邏輯 所耗在底下的媒體 不會去接觸那些議題 又或者是 如何從中去 鼓勵或者是 去發展一種為公共的概念 或者去提升市民 對於公民的意識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公共廣播的機構 其實公共廣播的概念 其實在歐洲很盛行 那麼 那個概念或者守則 其實都包括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 編輯自主 編輯獨立 第二就是如何加強公民的身份和認同 對於社會、文化、國家的認同 第三就是強調那種多元化 多元化的概念 我覺得在民主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除了社區多元化之外 其實就是那種討論或意見的多元化 容許不同的聲音都可以在大電波或模式發展 所以基於這些守則 其實港台一直以來都是 大家都知道是參照英國BBC的整個模式去進行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守則 現在都是第一件事就是編輯自主、編輯獨立 不偏不矣 其實曾經有很多很大的爭議 甚麼是不偏不矣 還有就是強調那種文化的或其他那種教育 公民的教育 第四就是強調那種對於小眾的關注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 其實港台都是在做一些事 但是當然我們近期的那種討論 那種爭吐就是 究竟他的角色其實是否很尷尬 尤其是在姚治回歸之後 其實很多當然來自的政府 或者可能在坊間 那種概念就是 你既然是政府的資助 你應該是政府是李老闆 今天我們那種邏輯的話就是要聽到李老闆說 所以曾經有很多批評 對於港台說 你為何要說一些離經叛義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節目 譬如說《頭條新聞》那些 即是罵到政府 低級趣味 即是半涵不淡的節目 所以其實很多這樣的聲音 其實近年我們都知道 政府又成為一個公共廣播檢討委員會 說去檢討公共廣播 但其實又不是檢討 其實變相又不是去承認 港台是公共廣播 甚至說在報告書裡面 他們要建議成立一個新的 公共廣播服務機構 完全就好像將港台的未來架空了 所以最近期 即是去年的事 即是出了所謂的黨台約章 大家其實有關注在這裡 第一件事 那個問題 約章的問題就是 第一就是在所謂的公共的目的裏面 其實是沒有一個 關於港台應該有的監察政府的作用 或者角色 這個監察政府的角色其實很重要 譬如說在西方的一些公共廣播服務概念裏面 其實這就是如何彰顯了他那種公共的角色 他那種獨立於政府的監察的角色 所以這為何我們認為是一個要緊守的位置 而其實縱使大家都去批評這件事 為何沒有了這個監察政府的角色 我想政府一路遲遲都沒有回應這件事 第二當然是關於顧問委員會 這個顧問委員會為何要成立 沒有清楚去交代的 二致到其實也有一種駕床蝶屋的問題 就是因為其實港台一直以來 都有一個唐大的顧問團 是提供一種諮詢的角色的 好了 顧問委員會是否變相是一個 是一個替代政府而直接去監察 港台的一些編輯呢 好了 還有這個編輯委員會的組成是甚麼呢 其實他們的成員是政府委任的 二來就說他們的角色是甚麼呢 雖然那個約中說到 他只是一個諮詢的角色 但又不知為何呢 又要講得明白 就是港國處長是需要去聽這個委員會的意見 好了 如果是不接納他們的意見的時候 港國處長是需要向這個委員會解釋 為甚麼呢 其實是不是已經是如揭切了 就是說你好 聽我說 如果不是你就要一身矮 你要解釋 是嗎 變成了就是說 究竟那個所謂的諮詢的角色 是否真的諮詢呢 還是其實他有這樣的暗位 其實是被他直接干預 港台編輯的自主呢 Lisa 你剛才提到 其實香港電台現在本身 本身都有一個顧問團 但我也知道你是一個顧問團的成員 其實現在說的這個顧問團 和政府委任的這個顧問委員會 角色上有甚麼不同呢 或是為甚麼舊上時 你們又不說會變太上皇 現在又說會變太上皇呢 其實有分別在哪裏呢 我想其實一直那個顧問團 舊友的顧問團是有200多人 其實那個顧問團裏面 其實包括各行各業 哪個界別都有的 我們其實那個關系都比較鬆的 就是說其實每一年是開一個大會 就著一些每個年定立的議題 或者目的去作出一些討論 也都讓那些顧問 是了解港台的那個想法和發展 而藉間當然就說 那些顧問可以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是一種真是一種諮詢的角色 但是其實就我們看到現在的約章 就是說那個諮詢的角色 其實原來是有些更加直接的關係 就是說雖然他就說他會是強調 港台是維持編輯的一個中立 但是也都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有一些這樣的這些這樣的條款 令到就是說其實呢 港國處長是需要直接向這個委員會交代的 以致到當然就是說這個貴賣委員會 其實是由政府直接去委任 但是那個委任的那個機制 甚至那個標準是沒有透明度的 也都好像是港台沒有權去反抗 或者反對的 沒有這樣的反對或者上訴的機制 那令人懷疑就是說其實 一來就說他那個政府的委任的標準在哪裡 是不是委任一些 即是跟他朋友的那些 即是你進去這個委員會呢 譬如說我們看到現在的幾個委員 其實有一個是有直接的媒體經驗 但是是沒有其他完全是跟這個 媒體的專業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律師 是的或者有一個也是一個文化界所謂的 但是其實就是說 另一方面就是這些委員 每一個是有公共廣播服務的經驗的 當然我們現在都知道今天的管治邏輯 就是說有外行人管內行人 所以其實可能這也不則為奇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其實整個委任的機制 甚至他那個角色的透明度是不清楚的 以至於令人真的懷疑 這個委員會是否變相是一個太常王 再而知就是 你究竟有一方面 你又說他沒有什麼直接的干預 但是另一方面又好像很煞有介紹 但是就是說他也都解釋不到 現在既有那個顧問團的去向是怎樣 即我不是直接是關心自己 究竟我的去向是怎樣 即你要解釋究竟這個委員會 他會和現在有的顧問團 那個關係是怎樣 或者他的分工又是怎樣 分題了分工又是怎樣 以至到不會消除了我們的懷疑 就是一來其實這個委員會 其實是直接是架控做這個顧問團 第二就是說其實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這個委員會 是不是一個變相 是一個政府的打手來的呢 是直接向港台作出一些編執上的干預嗎 我擔心他是一個政治的打手多於 就是一個真的的顧問團 或者顧問的委員會 因為你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很老實 就是在從你剛才說的那個否釋上面 委任機制是不透明 就是一個是黑箱去委任 究竟他委任一些什麼人進去 會不會那些人是跟這個政府是有辦法談 或者有一個政治任務 現在很流行這期說政治任務 是不是一個政治任務 要令到港台要貼貼伏伏做一個政府的喉舌呢 我想反過來說一件事 政府的稅收是來自於人民或者市民 那是不是市民其實有權 或者是有一個空間去監察港台的運作呢 顧問團正正是用不同的陳理商王河 可能有不同的職業的人士都會可以在一個顧問團裡表 可以給一些意見 二百多人一個顧問團雖然可能是七嘴八舌 但是反過來就有一個互相制衡的作用 但是顧問委員會我印象記得就好像二十人以內而已 幾多人我真的實數我不太記得 但是那十幾個人就可以控制這個港台的編輯路向 編輯的方向或者做些甚麼節目呢 其實我是很擔心那十幾個人究竟是由哪一個sector 譬如是公共廣播的sector 還是一些地方譬如可能是一些政治上面的或者商業上面 因為很老實現在最流行的iProA原來 哇 這麼多個不同 原來和這句的不同的政府部門 甚至是一些中方機構是一個很密切的關聯的 這件事是令到我們有一個擔憂 或者說回這個港台約章裏面 其實變了那個廣播處長 就變了一個角色很重要 又或者是他那個他是誰都很重要 因為其實他現在是要向這個委員會交代 當然字面上交代而已 我沒有說要料理生死 我又說沒有要懲罰你 當你不聽我說的時候 我只是交代而已 你要給我一個解釋而已 但是其實這個也真的很靠 我們這個未來的廣播處長 究竟夠不夠硬正 究竟可不可以真的去維護 他本身的手下 他們的編輯的決定 他這麼的牙力去面對這班的議員會 變成了我們很擔心這個約章所面向的 不是公眾 不是為了去發展這個公共廣播 去面向公眾的公共廣播 而是由上而下的政府 如何去借這些東西 很和善的一個名字 叫顧問委員 顧問而已 但其實變上是一種檢制的機制 很多時候 譬如說到港台 或者其實很多公營廣播機構 運作的時候 或者再回到我們上一節 說到為什麼很多商營的傳媒 這麼容易被控制 其實很多時候說錢作怪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香港電台 就算他真的過度做一個公營廣播機構 都是由政府的錢 其實會不會都是不健康 或者其實你有沒有思考過 那資源應該怎樣來呢 其實譬如說 看回英國的經驗 其實BBC即使是一個公營廣播 其實他是一個獨立的董事局 去看回他的營運 去確保一種不是來自政府的直接行政 甚至是編輯上的干預 看回香港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想最主要在資助上面 其實都可以想的 譬如說 是一方面很大程度上 是由政府的公帑撥款 但是其實譬如說 參考歐洲的經驗 其實即使你說在政府公帑裡面 但是其實很清楚 是有一種所謂的牌照費 變成立稅人知道自己 就是給這個所謂的牌照費 直接去資助公營廣播 變成那件事比較清楚 不是說要繞過政府 所謂的龐大的賦稅部門 去付回這次的錢 給公營廣播副的機構 變相就好像說 又是強化了那種 政府是你老闆 是直接由這個納稅人 去付回這個牌照費 我想也強化了 納稅人作為一個公民 他對於公共廣播的要求 原來我直接付這個牌照費 我應該對這個機構的節目有要求 我想可能整件事比較清楚 亦突顯公民的責任 另外在歐洲的經驗 有些廣播服務機構是有廣告的 他們亦有找一些私人贊助 雖然百分比當然是比較低 但其實亦都是變相令到 這些公營廣播服務機構 是有一種自我自私資金 自我那種營運 所以變相就是 都不用完全靠政府的公帑 但當然 這當然也引來很多的爭議 就是說 你又說 你是完全脫離商業的影響 你又收了廣告費 所以其實 這裏都是有相關的 但我覺得 可能整件事最重要的是 就是整體公民對於這件事的意識 究竟甚麼是公共廣播呢 究竟公共廣播背後的概念是怎樣 而公民或市民的角色是怎樣 我覺得 我們需要把這個意識摘根 然後才可以令大家明白 其實這件事不是說 即是公共廣播服務 不是一個變相政府的喉舌 令到整件事 或者港台真真正正正 去符合公共廣播服務的概念 另一件事我想提出的是 其實在今天環境裏面 公共廣播服務 是有需要幫助 去扶持社區的廣播 這個其實本身可能也有很多需要討論 就是說其實在今次這個約章裏面 其實都提到 就是說港台是有這個責任 去發展香港的社區的廣播 包括就是說它是要去 怎樣說呢 是負責去看回這個所謂的社區發展 廣播發展基金的運作 其實都引來一些討論 喂 其實是不是變相 又是一種政府 那些幕後的黑手 怎樣去藉著港台去干預 或者去控制社區廣播發展呢 我想這裡其實我們需要去監測這件事 但是我想在香港現在的環境 是有需要和有能力去發展社區廣播的 因為社區廣播其實就是強調那種 怎樣去發展地區的 或者是不同的社區或者社群的那些需要 而設的一些媒體 其實這個概念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香港真的挺滯厚的 說真的 我們看回台灣 其他地方都有的 這個發展 一直以來交易 這也是關乎政府 一直以來 控制大氣電波的發展 而影響到的 但是其實隨著現在 有數碼廣播的時候 其實香港是很有這個環境 去發展社區廣播 社區廣播呢 博士 我想比較新穎 在香港來說 我們對面按台灣 就真的很雨後春筍 這個社區廣播 可能在嘉義就有一條不同的頻道 到台南就跟你說這個敏南話 在這個情況上 我想對香港人是新鮮的 不過你問我 可能有個想法 例如反過來 可能在深水埗區 就有個社區電台 教一下低下階層 學一下英文 或者是增值 可能去到港島區 南區這些傳統的 比較富豪的地方 有些可能是歌劇的頻道 這些其實有得想的 有得想的 甚至你說發展純粹是歌劇的頻道 或者是純粹是一個年輕人的頻道 甚至是長者的頻道 行不行呢 所謂的社區概念 也未必一定是純粹是一個 地理上的區域的社區 以至是一些不同的分眾的需要而設的媒體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在外國很誠衡的 它的發展也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不滿於主流的媒體 那種的大眾化或者是鉗制 是自己發展一些的電台 而導致到有一個點 就是政府不可以不承認他們的存在 而其實好像英國的例子 他們的社區廣播 真的很像要有信順 導致到英國政府 在90年代需要去攀佈 好 我現在就給你一個牌照的制度 你就是來申請的牌照 當然你就要符合一些的規則 當然這個也認到很多人 我就是不反抗你的規則 仍然是繼續成為地下的電台 但是起碼你都會鼓勵到那個發展 而其實就是說 它有一個發展基金 這些電台可以申請這些基金 但是那個條件就是說 在那個地區裏面去做一些培育 而令到很多人 越來越對於廣播 或者其他媒體的操作 是有去認識的 亦都是為年輕人 發掘多一些就業的途徑 所以其實就是說 當然這個中間也是一個 關於社區的意識的培育 令到大家的民眾 對於他們本身的社區 有多一些關注和認識 所以我覺得這些社區廣播的概念 其實是很值得在香港發展的 當然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已經很遲而緩 但是其實當然 始終要有個開始 也要踏出第一步 也要踏出第一步 其實在香港處境 我覺得這類型的社區廣播更加重要 你看到我們香港的規劃 是越來越將我們 從我們社群分割出來 我們每天去經歷 或者去走過一些場所 就是去商場 消費 消費完之後 就回家 或者就是上班 下班 乘搭地鐵 然後地鐵又是回家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我們 每一位市民、公民 都可以融入社區之中 然後再去關心自己的社區 尤其是容永洲議員在這裏 有時我們都會感受到 跟居民解釋我們地區 現在發生的議題 反而有時還比 一些中央議題 譬如說23條 是更加奮力的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區裏面的巴士線 為何永遠搞不好 機制是怎樣 其實永遠都沒有一個渠道 去跟居民解釋 我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公共廣播 或者社區廣播這個過程 或者再去透過我們 反思這個新聞自由 在我們香港為何要存在這個問題 令到我們公民的一個身份 可以建立 今天我們都很感謝梁毓明博士 來到我們的節目 希望Lisa之後 又可以來到我們 阿華TV游理同行這個節目裏面 繼續去講解我們香港傳媒 或者我知道Lisa有其他的問題 都有研究 又來次教 不要這麼說 多謝來找我 OK 好 拜拜 好 對 好 好 好 我